一龙我们其实是玩得特别好 他不爱说话 我就老逗他说话 我就跟他说话 当我主动了以后呢 他就非常主动了 就是一旦打开这话匣子 我们就能聊很久 我们有一个一个群 是盛家的这些 还有一龙 还有那个小千 刘军老师 我们经常约着一块吃饭 吃麻辣火锅 一般都是我去 赵老师不去 赵老师从不太出来吃饭 他压力很大 他要备胎次 他要准备 因为他戏确实是最多嘛 所以我就代替赵老师 跟大家吃饭 给他打个包吗 打个包 我给他打包哈 火锅 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 那几个菜 我知道他喜欢吃 烙起来就拿回去 有时候端个锅回去 节省时间 喜欢吗 喜欢 就是自然说觉得 你们演戏更好 唱歌嘛 我们都是非常喜欢唱歌 为什么唱这个歌呢 是剧组要我去跨年 不是要唱这个歌嘛 那我有一个 个人版的一个表演嘛 然后我在那听着听着呢 赵老师就觉得 这歌也很好听啊 那个我说 要不我问问导演 咱俩唱一个 你说的主意是吗 他也想唱 那个我说 但咱俩就很言语啊 听说开招是对 这个歌的要求非常高的 不一定会录用我们这个版本 他说这边不用呢 我们也可以留一个 留一个歌嘛 我们反正可以去录嘛 录完以后 万一不能出现在电视剧里 我们就自己 自己留着做纪念 赵老师的歌曲 你来评价一下吧 我觉得赵老师唱的比我好 他那个嗓音条件比我好 他比较嘹亮 我比较那个沙哑一点 没想过 我觉得看剧本吧 最关键是 现在我们都没有工作 现在都是在一个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生活比较随意一些吧 不要去设想计划太多 我觉得有时候计划了 也不一定能实现 每天碰到一个好剧本 他想 那就去拍 我碰到了我就去拍 或者我们俩都觉得 很好 我们一块演 是吧 都有可能 所以你不敢做什么设想 有好消息一定会告诉大家